煙花颱风逐渐靠近 有劳工问 如果在家上班 可不可以放颱风假呢 劳动部说除非遇到停电 或者是网路断线 否则都得要正常上班 立委则说 劳动部的解释理论根本就不通 应该要做一些修正 煙花颱风即将在这几天 影响台湾的天气 而现在不少人都在居家上班 也很好奇到底能不能放颱风假 而劳动部现在说可以放 只要发生这个状况 黑漆漆一整片 如果台风在家遇到停电 或是淹水网路断讯 影响到居家工作 劳工就可以向雇主要求停班 而雇主不得视为矿职 也不能扣全勤奖金 或是解雇员工 如果真的有因为台风受到影响的话 有相对的措施 其实就是很合理 听起来好像是有合理 但是我就讲 各个立场不一样 有些事情不一定要规定太多了 只是不少民众对台风假还是充满疑问 像是如果家里网路断线 但是手机还是有网路 这样能算是影响工作吗 另外如果淹水是要淹到家里才算 还是只要到家门口积水 就能要求放假 这些恐怕都会成为雇主刁难劳工放假的理由 还有人表示是不是以后台风宣布停班 雇主也能叫劳工居家上班呢 让立委痛批居家上班不能放台风假 根本是论理不通 应该所有劳工一视同仁 就要放就直接统一放 就是标准统一 在疫情来之前 其实本来就已经会有一些工作是 在家上班 停电的话 可能有些人还是会受到影响 因为可能说自己家里充电的话 还是 手机没电的话还是没办法上班 在有互信的基础之下的话 应该还是可以妥为做沟通 那如果说真的有发生了争议的话 那这个部分的话 可以透过这个地方的劳工主管机关 像地方的劳工局来做一个协处 当居家上班成为常态 劳机法却依然没有详细规定 台风天劳工的出勤义务 加上劳资关系本来就不对等 台风价争议恐怕还会持续上演 东森财经新闻 李某生张博祥台北报道 中度台风烟花现在步步的逼近台湾 它的路径有一点点偏北 气象局预估今天晚上的8点30分 会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 预估明天就会对台湾 发布陆上的台风警报 同时雨势在北台湾 真的是越晚越明显了 降雨频率也会增加 礼拜五到礼拜六这两天 是影响台湾最明显的时候 中部往北到宜兰 一定要小心出现好大雨的发生 天空乌云罩顶 澎湖北方海域出现了水龙卷 澎湖迹象站解释水龙卷 耗发于夏季和台风没有直接的关系 倒是花东地区出现的长浪 已经让人感受到台风的威胁 从东边过来 所以这边的浪比较大 第六号台风烟花 备受关注移动速度变慢 同时往北偏移 气象局依照目前的入境 晚上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周四会发布陆上警报 跟早上八点的略微的稍微偏北一点点而已 而以这样的路径我们还是要提醒 中午到周六这段时间影响我们是最明显的时间点 那如果未来的路径有稍微再往北边偏移一点的话 它整体的程度来说会稍微再下降一点 包括了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台风 路径预测和台湾预测的走势差不多 预估烟花台风将靠近台湾北部近海 而卫星云图上可以看出烟花的轮廓 海温足够 台风中心的风速从35公尺 已经增强到38公尺 也还有持续增强的空间 至于整体的雨势 周三白天北台湾和宜兰 开始有间歇性降雨 中南部零星降雨 周三下半天到周四 受外围环流影响 北部降雨会越来越明显 周五到周六 也就是台风最接近台湾的时刻 中部以北到宜兰局部大雨或豪雨 北部山区可能出现局部豪雨等级的降雨 而明天降雨依旧是在北台湾来说 是最明显的 尤其可以看到在山区的地方 我们可以提醒大家 在整个北台湾东北部地区 北部地区都要注意 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 而第七号台风查帕卡 已经减弱为轻度台风 目前以每小时六公里的速度 向西北西前进 气象局预估将逐渐减弱为 热带性低气压 恐怕进到陆地会受到破坏 对台湾的影响还在观察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烟花台风外围环流作用 慢慢出现了 各地可能都会陆续有降雨 要是真的不得已 你必须要开门外出的话 专在建议你要做几件事情 出门前要先检查胎压 雨刷还有大灯 是不是都可以正常运作 而如果真的遇到积水 也千万不要踩油门或是刹车 而是要定速 缓慢地往前进 先检查胎压嘛 胎压值有没有到标准 然后检查刹车比 看它的厚度够不够 四颗轮子都要检查一遍 就怕万一烟花台风来袭 这风雨一大 行车上路要特别注意 胎纹的话一般来讲 我们会看它有没有到安全线 如果胎纹是足够深的话 没有到安全线基本上都是可以的 再来攸关驾驶视线 还要打开雨刷 监查有无震动或溢音 排水控也要确定排水通畅 而负责照明警示的大灯 则要确保亮度足够 要是真的不幸行进到积水路段的时候 一般来说我们会以轮胎当作基准 如果今天水已经淹超过轮胎的 一半以上的时候 就有可能积水会从排气管 跑到引擎内部 而造成车子熄火或抛锚 花城图标来看 泡水达轮胎四分之一时 只要不要大脚踩油门 定速通过就行 如果已经淹到一半了 最好先关闭冷气 不加速也不减速的通过 但要是淹水超过一半以上 最好就先不要继续行驶 避免油品受到污染 或者水积存在系统内 不要看到积水的时候就紧急刹车 直接把速度放慢 然后慢速通过就好了 因为当我们如果紧急踩刹车的时候 会因为轮胎失去抓地力而打水漂 导致车子往左右两边 但毕竟爱车泡了水多少有影响 也有人会选择保险拿理赔 台风洪水险以一百万车价计算 年保费至少要六到七千 另外还有汽车天灾事故 和泡水车损失补偿险 投保十万保费只要千元出头 不要因为发布了警报之后再来购买 这个保险公司可能就不承保了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事情就是 保险这个保险它一收就是收一年的保险费 不能够中途退保 台风天不得已逮出门 几个小地方多加流星 保护自身安全 也让爱车免于沦为泡水车 东森餐厅新闻 许经营红沛宇台北报道 在三级警戒之下 餐厅的叫货量有稍微的减少 也连带影响到国产牛的产销端 需求减少也让厂商只能够挑 体型比较小的牛来屠宰 就怕牛肉囤积量太多呢 屠宰之后卖不太出去 就连新生小牛也从三个月的 一头一千五百元 掉到只剩下五百多块 内肉打包牛肉汤 知名牛肉面店无法内用 生意掉一大半 面食类的差太多了 因为你面食类的 你外带会口感会不好 三级警戒下来客书大减 尽管牛肉较货量减少 但成本也没比较便宜 比一半还要多 它要三分之二吧 三分之二 国产跟进口 都一样 各国减风让牛肉需求大增 连带让进口牛肉跟着涨 不过国产牛肉主要供应餐厅系统 在三级警戒下歇业 或不能内用的业者增加 连带让国产牛肉销入卡关 就怕影响产销价格 本地牛肉最近 它已经差不多十年左右 价钱都完全没有变动了 它价钱蛮固定的 尽管从市场到餐厅销售端 都纷纷表示 没遇到国产牛肉叠价状况 但其实以牛肉汤美食闻名的台南市 相关业者感触特别深 原本屠宰一头牛的体重 是落在600至800公斤区间 现在则挑体重仅400公斤上下的牛 因为肉太多卖不出去 业者杜小月 只能屠宰体型较小的小牛 台南的市场占了台湾牛肉 接近快到五四五成的 三个月之前大概是每一头 大概是1500块左右 就是出生小牛的一个价格 那以目前来讲 一头大概只剩下500多块 对此委会表示 主要影响在生产端的活牛 贩售价格有较去年同期低一点 但还在成本之上 仍稍有利润可卷 就判疫情趋缓 赶紧回到正轨 东森财经新闻 终于瑞谢维仪 台北报道 就希望大家多给餐饮业一点信心 去消费做生意帮助业者 也有些业者想出了折扣 姓名谐音就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饭店业者推出了姓名有 微解封 银家铃等六个同音字就好 一个字打九折 三个字因权重可以打七折 而另外一家饭店 则是凭你疫苗的接种卡 四款汤品给出九折优惠 也成功带动了买器 一天卖出了上百钟 由于海螺肉猪卵骨 依序丢尽每天熬煮三小时的鸡膏汤 最后撒上芹菜及蒜苗 这锅由于螺肉蒜飘出浓郁香气 经典首路酒家菜也能外带回家 凭疫苗接种卡还能打九折 这是您预定的火调强中 0.8公斤的幼鸡 加入杏鲍菇 红洗菇 美白菇 以及菌虫草的虫草菌炖鸡汤 肉质软嫩喝得到清甜 鸡香味 另外这锅软骨蛤蜊中 里头有软嫩排骨和满满的蛤蜊 味道清爽 适合夏天 还有这锅基底是由老母鸡跟精华火腿 并且加入超过10种配料的佛跳墙 味道年口富有层次感 那就是希望大家其实打完疫苗可以增加一些营养 其实目前接到蛮多顾客的询问 那每一天大概会有百中以上 加整体的外带的业绩大概一成左右 另外一家业者则推出微解封优惠 只要姓名有微解封迎嘉玲 像是嘉玲姐这样就能打折 六个字中的同音字 一个字打九折 三个字全都中 则是打七折 客人非常的踊跃订房 那这边的话我们从昨天 也有接到上百通的电话询问 现在饭店目前的订房 已经有两成的业绩 那我们希望可以达到五成的业绩 透过透明玻璃墙 边泡澡还能边看电视 十一平大的房间 mini bar 饮料及点心 通通都能吃 另外还有这个活动 跟饭店吉祥物资牌打卡上船 就可以另外拿到这只 跟我手掌样大的小熊 做伴手礼 如果我名字很普遍性的话 就很开心 在家关太久了 对 然后就是 住来走走也不错 疫情逐渐虚缓 各大业者都判能解封 也打出特殊优惠 冲刺业绩 东森财经新闻 柯华民林浩宇台北报导